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老年人性生活的好处 1.延缓衰老 有专家表示 那些过早结束性生活的老年人可能衰老速度会加快 寿命比维持较久性生活的老年人明显缩短 2.锻炼身体 预防中风 夫妻生活不仅仅是生理需求的发泄 同样也是一种锻炼方式 研究显示 一次性生活中所消耗的热量 相当于中速骑行一公里 这对于老年人的心脏病和中风的预防都有好处 3.排解抑郁 保持积极 老年人拥有健康的性生活 可以促进内分泌线的活动 对情绪的调节 改善睡眠 提高生活质量上 均有有益帮助 夫妻生活是一个即使在年轻人的圈子中提起 都很容易让人面红耳赤的话题 而老年人 这个似乎与夫妻生活没有了关系的人群中 对于夫妻生活更是难以启齿 有不少年轻人 甚至是老年人自己也认为 老年人应该清心寡欲 安享平静地晚年生活 还有那方面的想法 是一件非常不害臊的事情 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其实 夫妻生活不是年轻人的专利 专家认为 老年人的性功能 虽然随着身体机能的老化而逐渐下降 但是 这并不代表老年人对于夫妻生活没有需求 其中一项针对60岁以上老年人的性需求 和夫妻生活的调查 研究显示 平均年龄超过60岁的男性 还是有需求和夫妻生活的 在80岁以上的老年男性中 仍有夫妻生活 比例更是高达60% 有一部分人甚至可以持续到90岁 原来 老年人并不是没有需求或不需要 只是 他们的需求 一直被大众所忽视 夫妻生活作为一种人性的生物本能 它不仅仅是繁衍后代的方式之一 老年人享受幸福 虽不是坏事 但有一些事项需要引起注意 只有做到这些 老年人才能拥有幸福健康的晚年生活 2.老年人行房市需要注意什么 1.提高修养 进行有规律的科学锻炼 提高自身修养 能够保持身心的愉悦舒畅 锻炼同样能够改善身体状况 延缓衰老 有助于性功能的改善 2.饮食上注意膳食平衡 保证充足合理的营养 生活习惯上 戒掉不良习惯 这些都能够让老人 保持一个良好的内分泌环境 让老年人从欲望及性能力上 都保持一个常年轻的状态 3.控制行房次数 老年人的欲望释放 仍然需要慢慢地进行 这时老年人还需要控制 夫妻生活的次数 4.避免滥用药物 如果老年人能根据身体的自然状态 进行一些夫妻生活 那是最好的 但是建议老年人 不要用一些药物来控制自己的性 否则可能会因为药物不当而受伤 5.采用合适的姿势 此外 在这个时候 老年人在选择姿势时 也需要一些技能 在这里 最好的状态是使用一些侧卧的方法 这样 老年人就不会用太多的力量 或消耗太多的体力 因此 这是老年人和老年妇女最喜欢的姿势 相对而言 此时老年人不会使用任何骨骼来支撑身体 因此骨骼的保护也相当到位 老年人到了这个年龄 最好抛开羞耻心理 在刑防的时候 可以多说一些热烈的情话 这样才能够达到好的目的 老年人年轻的时候 可能会为家庭事业而奋斗 或者为了生育而刑防 在这个时候 老年人的性生活完全是为了享受 所以不妨说一些美丽的情话 三 提高生命磁场的方法 万物都有磁场 人也一样 人类有不同的能量级别 每个人都活在各自的能量层级里 并且也吸引着相应层级频率的事物 磁场强弱 关乎命运 生命磁场可遇吉凶 古人说的八卦就可以展现出生命磁场的本质 古人用这种方法测吉凶与未来 可以说是大智慧的体现 古人还发现人体的太极图 人体的太极图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体的内外气场 决定着命运信息的好与坏 人的生命是博大精深的 人的命运也是极其深奥的 面对未知的世界 想要有所预测 必须要懂得其中的道理 这些道理就在人的身体中体现出来 那么提高自己生命磁场的方法有哪些呢? 一、运动 运动可以增强人自身的磁场 并可使自身磁场发生转变 意念自如 二、能量转化 人的能量分正负能量 提高正能量就像给自己充电 所以需要把负能量转化为正能量 这里可以通过冥想进行自我开导 把不好的想法转变成正能量 除此之外 也可以通过夫妻房式 进行阴阳能量的调和 采阳补阴 采阴补阳 达到延年益寿的目的 伴侣是生活模式的动力定型 一方是另一方生活模式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缺乏生活模式被打动 动力定型失去平衡 就像方婷的柱子断了一样 整个建筑必然会倾斜 迟早会倒塌 因此 在晚年丧偶时 幸存者的寿命将大大降低 为了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和晚年的幸福 社会 尤其是亲属 应该给予充分的支持和帮助 任何坚持世俗的批评都是错误的 在老年人的婚姻生活中 还有一个与老年人身心健康和生活乐趣有关的问题 即性生活问题 众所周知 性是人类的本能 这种本能在维持正常的生理和心理平衡的过程中 对年轻人 中年人和老年人 都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 从生理角度来看 虽然老年人的性腺功能 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下降 但老年人 在一定的生理条件下 仍有性生活的需要 适度的性刺激 可以调节大脑神经系统 增强身体的适应性 保持相对平衡的生理功能 有利于身心健康 因为性腺的分泌 不仅对性功能有影响 而且对造血 脂肪代谢 调节水和电解质的平衡 也有一定的作用 佛家对人们性生活也有解释 例如 配偶不信佛 对夫妻生活要求强烈 次数频繁 如果每次都配合他 会不会有果报 该怎么对质 佛家的解释 这种情况属于阵营 那么什么是阵营呢 阵营包括合法夫妻 名证 日子证 居事证 思想证 行为证等等 在合理的时间 晚上 在合理的地点 常上或家宅内 与合理的人 夫妻之间 这都是阵营的表现 所以我们可以得知 老人行房是阵营 营就是贪 阵营同样不可贪 为什么你贪阵营过剩 同样会做恶道 同样还会助长你的邪淫心 我们借邪淫 除邪心 就是要把邪淫极端心态给扶正 如同天平一样 找方法把自己的思想扶正 行为扶正 让自己正气提升 适度地进行夫妻生活 能够让人体处于身心愉悦的状态 对于女性来说 还能够改善体内的激素分泌水平 帮助人体延缓衰老 人体长期处于身心愉悦的情况下 健康长寿自然不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大家分享的是 老年人行房时 这个私密部位千万不能碰 一起来听 可能生活中 大部分人认为 性只是年轻人专属 因为随着时间的增长 身体各个机能开始退化 也意味着生理需求在减少 但是 根据走访调查来看 有许多老年人 在晚年的时候 仍然有着需求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而老人在行房时 又需要注意什么呢 1.老年人也需要性吗 我们先来谈论老年人的性需要问题 某调解节目迎来一对老年夫妻 官大娘70岁 刘大爷90岁 据刘大爷儿媳介绍 官大娘常常半夜把老伴打个乌亲眼 而原因说不出口 据了解 刘大爷半夜被打之后 家人劝嫁询问原因 大爷表示 官大娘嫌弃自己没有那个能力 家人听完也很疑惑 这么大岁数了 还要性吗 随后 调解人与官大娘交谈 官大娘否认了刘家人的说法 他说 夫妻俩其实很幸福 两人刚开始认识时 刘大爷的身体不好 没有生活能力 官大娘表示 晚年了 两个人合得来就行 后来 大爷身体恢复了 那方面功能就挺强的 两人生活得很和谐 可能在很多人眼里 性只属于年轻人 其实 不管年轻还是年老 都有正常的生理需求 很多时候 老年人只是身体情况不允许 无法进行体力消耗太大的活动 但需求是不会停止的 这么大岁数还要性吗 答案是要的 美国一项调查结果显示 性生活的频率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 50岁左右的人群 平率大约在每月五次 65岁时下降到了每月一次 也有研究显示 老年人的频率虽然在逐步下降 但不会一下子就消失 年轻时频率较高的人 年老之后依然比其他人高 此外 中国也有调查数据显示 55到61岁的老年人中 53%的人 每月有一次夫妻生活 39%的老年人 可以达到每月三次 很多人都不理解 年纪那么大了 体力不支 器官萎缩 为什么还要进行夫妻生活 殊不知年龄不是束缚 欲望是人类感情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也是身心健康的体现 老年人适当行事 身体会收获三个意外惊喜 一 可以加强幸福感 增进夫妻之间的感情 维护家庭和谐 夫妻生活可以促进荷尔蒙的分泌 给大脑带来愉悦感 同时 夫妻之间的亲密的肢体接触 也可以使不良情绪得到释放 二 可以提高机体免疫力 防止器官早衰和退化 长期压抑欲望 会减少体内吞食细菌和白细胞的数量 降低防御功能 抑制免疫系统 使疾病有机可乘 三 可以改善激素分泌 尤其对于老年女性来说 年纪大了之后 卵巢功能降低 雌激素分泌减少 会使人看起来更加衰老 适当的夫妻生活 有助于刺激卵巢 增强卵巢生理功能和内分泌功能 使精神更加饱满 不过 这也并不是意味着放纵欲望 而是要保持一个度 因此 夫妻之间的相处 虽然是人伦之始 但如不能节制 以致长寿疾病的侵袭 或于神明降渐之期 淫污冒毒 而应遭消禄减年之祸 所以 为了免使身心受损伤和受阴浅 应当遵守一些禁忌 以免误犯 二 老人行房时不能亲这个部位 比如要尽量少清脖子 不然很容易出现危险 澳大利亚媒体报道 在澳洲的某家餐厅内 一名年轻男性突然晕倒在地 随之全身抽搐 看到这一幕 周围的人都吓傻了 虽然该餐厅的员工 马上拨打了急救电话 但最终 这位男性还是抢救无效去世 医生给出的该男子的死亡原因 更让大家都感到惊愕不已 是因为 他脖子上的多处吻痕 让这位男子丧命 这些吻痕 导致他脖子内部的血管 发生破裂 最终形成血栓 而导致死亡 据医生所说 亲脖子产生的痕迹 通常偏紫色 人们称它叫作为吻痕 其实 吻痕是由于皮下的血管 破裂出血而引起的 属于常见的软组织挫伤 简单来说 就是脖子上的淤血 学名叫作机械性子斑 在我们身上 分布着许多的毛细血管 它们形成了秘密的网状 在吻脖子的时候 毛细血管的内皮细胞 会产生细胞间裂系 增加血管壁的透性 红细胞就会溢出至真皮层内 就会形成新鲜的红色痕迹 此外 在接吻的时候 人体还会分泌大量神经质地 五杠抢色案 会导致内皮细胞发生收缩 加大细胞的间隙 也会促进和加快 吻痕地形成 而在亲吻的时候 由于口腔内的负压过大 导致皮下的毛细血管 发生扩张和破裂 皮下就会出血 当亲吻的位置 是在脖子上的颈动脉的话 可能会因为口腔的负压 而导致局部血管内膜 受到损害 从而导致发生血栓 血栓一旦形成 就很容易在血液中 不断循环流动 容易导致大脑梗塞 或其他位置梗塞 所以 亲吻脖子是一种 比较危险的行为 容易导致血栓 一旦血栓突发脑出血 容易造成患者死亡 从而让爱情变爱情 那么 亲完脖子之后 出现哪些症状 要怀疑是脑血栓了呢 首先 突然眩晕 眩晕是常见的脑血栓前兆 可能会发生在脑血管病前的 任何时候 尤其是在早晨起床时 最容易发生 此外 在洗澡后 疲劳后 也容易发生 其次 走路时步履蹒跚 双腿无力 也是脑血栓的前兆之一 如果步态突然发生变化 同时还伴有肢体麻木 无力时 要警惕是脑血栓的前兆信号 此外 突然剧烈头痛也要小心 例如 头痛同时还伴有抽搐发作 嗜睡 昏迷 可能是脑血栓的前兆症状之一 因此 亲吻时 要注意避免亲吻脖子部位 以免发生血栓而危及生命 综上所述 我们了解 适当的夫妻生活 有利于身心愉悦 促进健康发展 但是也要遵守一些禁忌 以及一个平衡 不然很容易遭到倒霉的事情 而佛教中 又是如何谈论夫妻生活的呢 作为修行人 是不是不能拥有呢 三 修行人 能否有着性生活 也不是 首先 我们要洞察它的本质 以及过正常的夫妻生活 是允许的 对此 佛陀在大宝基经 优菩萨戒经 尤其是在《善生经》中 详细宣说了 妻子应该怎么对待丈夫 丈夫应如何善待妻子的内容 前者约有十三条 后者有五条 《华言经》也说 在家宅中 与妻子聚 未曾赞舍菩提之心 作为居家之人 与妻子儿女一起时 不能舍弃为了一切众生的究竟解脱 求正菩提之心 所以我们并非一概排斥 也不要求所有人都出家 而且一个特别和睦 孝顺父母的佛化家庭 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具有良好的作用 据资料显示 当今世界的离婚率越来越高 国家民政部在一份资料中说 1990年时 中国离婚人口约有80万对 2010年增至196.1万对 20年中翻了两倍之多 有的佛教徒在听闻轮回痛苦 寿命无常等教研后 立马与家人离婚 出家后却又很快还俗 这样轻率不合理的行为 佛教绝不会赞叹和允许 因此高僧建议 你还是过一种清静的居家生活 一边学佛 一边做丈夫妻子的善知识 按照现代医学和心理学的观点 胃癌等癌症 50%的病因 源于我们的心理焦虑 抑郁 急躁 怨恨等缘起 所以 家人和睦 谅解 过清静的生活 是非常重要的 这也是佛教的观点 如今 大城市中学佛的人很多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 不一定能出家 也没有必要出家 佛陀在众多典籍中 为在家人宣说了 不同层次的居室界 让他们以此方式行持善法 只要能如理如法 依教奉行 慢慢断除心中的贪欲 也会有解脱的机会 总之 每个人都有着欲望 而有了欲望 我们就有着前进的方向 也能够让自己的身体 保持健康和心情的愉悦 但是 如果只是沉迷于享乐 不顾身体的安危 享受快感 触犯了禁忌 疾病就会 因此 特别是对于60岁以上的老年人来说 随着年龄的增长 性生活质量更低 所 以我们要知道老人同房时 需要注意五件事 不然可能麻烦就大了 一 关于动作幅度的把握 在进行性生活时 老年人尤其需要注意控制动作的幅度 由于年龄的增长 身体机能会不可避免地出现下降 如骨骼变得脆弱 肌肉力量减弱等 因此 过于剧烈的动作 不仅可能引发拉伤 骨折等意外 还可能对夫妻双方的情感和身体造成伤害 年轻人通常充满活力和激情 但在与伴侣共度亲密时光时 也需考虑到老年人的身体状况 避免过于激烈的动作 以免发生不必要的意外 二 卫生的重要性 卫生是性生活中不可忽视的一环 对老年人来说尤为重要 由于年龄的增长 老年人的免疫力会相对下降 更容易受到细菌 病毒等微生物的侵袭 因此 在性生活前后 双方都应特别注意清洁 尤其是女性老年人 更应注意外阴部的清洁 以防止细菌感染 男性老年人也应注重清洁 预防炎症等问题 三 合理营养补充 对于步入中老年的人群而言 营养补充的重要性 不亚于年轻时 随着年龄的增长 身体机能逐渐下降 新陈代谢减缓 因此 合理的营养补充 对于维持身体健康 延缓衰老具有重要意义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具有补气补血 增强免疫力功效的食物 如红枣 枸杞 山药等 它们不仅口感美味 还能有效改善身体状况 然而 老年人在饮食方面 也需注意适量 避免过多摄入高脂肪 高热量 高胆固醇的食物 以防造成营养过剩 或消化不良 四 体位的选择与调整 在性生活中 选择合适的体位 对于老年人来说尤为重要 随着年龄的增长 身体各项机能下降 老年人在同房时 可能更容易感到力不从心 因此 双方应共同探索适合彼此的体位 避免对身体造成伤害 同时 体位的选择 也应考虑到老年人的心理需求 避免过于追求刺激 而忽略身体的承受能力 在同房过程中 双方应相互关心 理解 及时调整体位 确保整个过程既舒适又安全 五 保持愉悦的心情 心情对于性生活的质量 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老年人在进行性生活时 应保持一个愉悦 放松的心情 这样有助于提升性功能 使夫妻生活更加和谐 如果老年人在性生活中感到紧张 焦虑或不安 可能会影响到性功能的发挥 甚至可能导致性生活的不和谐 因此 双方应共同努力 营造一个轻松 愉快的氛围 让彼此在性生活中都能得到愉悦和满足 若在日常生活中忽视了以下五点关键细节 那么意外就可能不期而至 届时恐怕追悔莫及 62岁的张先生 与妻子共度晚餐后 沉浸在他们期待已久的亲密时光中 然而 好景不长 一股强烈的眩运突然袭来 他的心跳如肋骨般急促 呼吸也变得困难 尽管他的伴侣竭尽所能想要帮助他 但张先生却渐渐陷入了无法呼吸的境地 危急时刻 他们迅速拨打了紧急电话 焦急地等待着救护车的到来 当救护车呼啸而至 张先生已陷入了严重的心肺功能衰竭状态 医生们全力以赴地进行抢救 但遗憾的是 当他们将张先生送到医院时 一切已经回天乏术 这个突如其来的悲剧 给张先生的家人和伴侣 带来了深深的痛苦和无尽的困惑 他们心中充满了疑问 不明白为何会发生这样的意外 而另一位68岁的李大叔 自从妻子去世后 便一直忍受着孤独和压抑 他内心虽然渴望与伴侣共度亲密时光 但出于种种顾虑 却不敢向儿女透露自己的需求 不久前 他在跳广场舞时结识了林阿姨 两人心生情愫 决定尝试在一起 然而就在那个晚上 当两人沉浸在亲密的行为中时 李大叔却突然失去了意识 林阿姨起初以为他在开玩笑 但当他发现李大叔一动不动时 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 他急忙拨打了急救电话 但遗憾的是 一切已经太晚 经过医护人员的检查 发现李大叔身上并没有明显的外伤 据了解 他患有心脏病已经十多年了 事发时身上还带着救心丸 这是一个典型的性猝死案例 性猝死 也被称为防氏猝死 是指由性行为引发的意外死亡 它可能发生在性生活中 也可能发生在性生活之后 性猝死的发生 与多种因素有关 如患有基础疾病 过度劳累 久后性行为 过度兴奋或紧张 服用某些药物 年龄差异较大 以及久别重逢等 在众多性猝死的案例中 我们不难发现 许多患者本身就患有心脏病 高血压 高血脂等基础疾病 而中老年人群 由于身体机能的下降和心血管疾病的高发 更是性猝死的高危人群 防止后 由于身体的剧烈运动和情绪的波动 容易诱发心脏骤停 出血等猝死事件 这也是性猝死 更容易发生在中老年人群中的原因 因此 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这五个关键细节 加强自我保健意识 定期进行身体检查 及时发现并治疗潜在的基础疾病 同时 在性生活中 要注意控制情绪 避免过度劳累和久后性行为 对于中老年人群来说 更要格外小心 根据自身身体状况 合理安排性生活 以免发生意外 这四种情况下 不建议进行夫妻生活 一 心血管疾病未得到控制 如果中老年男性的心血管疾病 未得到有效的控制 如血压仍然过高 心脏功能不稳定等 就不建议进行夫妻生活 应该先通过药物治疗 或其他方法 稳定心血管系统 再考虑恢复性生 活 二 心脏手术后恢复期 如果中老年男性 刚刚进行过心脏手术 尤其是较大的手术 如冠状动脉 搭桥树等 就不 建议进行夫妻生活 应该等待医生的指导 确保心脏已经充分恢复 再考虑进行性活动 三 严重的呼吸系统疾病 如果中老年男性患有严重的呼吸系统疾病 如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COPD 肺功能不 全等 就不建议进行夫妻生活 因为这些疾病会导致呼吸困难和氧气供应不足 加重心血管 负担 增加性猝死的风险 四 精神状态不稳定 如果中老年男性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 如抑郁症 焦虑症等 就不建议进行夫妻生活 因为精神疾病会影响心理状态和身体机能 增加心血管疾病发作的风险 即便到了六十七十岁的时候 人也是会有性需求的 因此老年人有性需求也是正常的 不过由于中老年人是心血管疾病的高发人群 一定要控制好性生活频率 注意卫生 多注意 休息 以免过度引发性猝死等意外事件 老年人也可以适当地进行夫妻生活 毕竟性生活的好处还是很多的 了解了以上内容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很麻烦 既然如此 那干脆就不行房事 其实这是错的 老年人行房有很多好处 因为这不仅是一种人的本性的满足 更是对人的身体和精神的一种积极有益的调节 一、保持心情愉悦 两人之间的交互活动可以使双方感情升温 并且能获得被需要的满足感 老年人由于年龄条件的限制 无法和年轻人一样开展丰富多彩的网络或者户外活动 与社会的联系交流也逐渐减少 而固定的同房则可以使双方获得存在感与满足感 从而保持心情愉悦 其实这个也是有 科学依据的 人在进行夫妻生活的时候 会分泌一种名为多巴胺的物质 而这种物质能够让人产生愉快的感觉 二、利于生殖系统健康 同房行为是一种有利于双方身体的双赢行为 两人不仅能达到灵魂的契合 更可以实现身体的健康 尤其是对生殖系统的一种滋养 女性进行适当的同房行为 有利于雌激素的分泌 从而保持私密部位的湿润 减少干裂 男性进行适当的同房生活 可以保持对前列腺的呵护 从而降低发生前列腺疾病的几率 三、改善睡眠质量 随着年龄的增大 人们的睡眠时间是逐渐减少的 尤其对于老年人来说 他们不仅睡眠 时间减少 睡眠质量也断崖式下降 甚至还存在着入睡困难的问题 而同房正好可以解决此类睡眠问题 首先能保证他们有个安然入睡的氛围 能相互依微 相伴而眠 其次能使得他们心情愉悦 从而能安心入睡 最后 同房过后的筋疲力尽 也会使得他们尽早进入梦乡 但是由于老年人年龄 以及身体条件的限制 同房需要更加谨慎 老年人同房需要注意身 体的健康和安全问题 一些老年人可能会存在心血管疾病 高血压等慢性疾病 这些疾病如果得不到控制 同房可能会引起心脏病发作 中风等风险 因此在进行同房前 应该先去医院进行身体检查 确保身体状况适宜同房 不仅如此 老年人同房还存在以下一些问题 感谢观看